还想千元补贴 我身为华人青年 又岂可若无其事 等先适之 啊 还不是想去当英雄 我们本应为祖国 做些比冠一张唱片 更实际的事 唱片 就是那首 义勇军进行曲 重磅上线 四个家族四代命运 父父子子既往开来 好听在原题 北京时间 十一点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习主席外交时刻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点 杜尚别时间八点 当地时间七月五号 正在对塔吉克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的 习近平主席 在杜尚别连续出席了 多场活动 从欢迎仪式 元首会谈 到授勋仪式 中方圆塔议会大楼 和政府大楼落成仪式 一系列活动 彰显了中塔关系的高水平 也推动了中塔关系 进一步提制升级 再上新台阶 相关情况 我们马上来连线 总台中国之声 前方随行记者刘惠民 刘惠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习近平主席在杜尚别 都出席了哪些活动 好的 那当地时间七月五号下午 拉荷蒙总统在杜尚别总统府 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 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 那在欢迎仪式上 除了